大家好 今天我这个节目呢 主要是想对一些小革命们喊话 这个革命后代 作为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算是 新中国的第二代 这个第三代应该也还是比较明白的嘛 可能就是第三代甚至是 第四代 这些这些小项们 想跟大家聊一聊 但是要聊这个事情呢 我想还是从这个老一辈开始讲起吧 呃 我们知道这个李锐老先生啊 我都不好意思叫他叫同志 因为他可能不大愿意别人叫他同志了已经 所以我叫他先生吧 呃 去世开始啊 这一百多岁吧 最近就去世了 他也是湖南人 也是我们湖南老乡啊 曾经是这个陈云的秘书 也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 啊 那就是职位很高的了 是真正的老革命啊 可能属于毛泽东 那个时代的那一批老革命的 可能就是最后几个人了 是不是最后 一个我不知道 至少是最后那几个了已经啊 毛泽东 时代的那个 革命的领导人 我也是亲身的接触几个 啊 我在 这个十几年前 在洛杉矶 我还见到过这个毛泽东 政治局的最后两位 这个委员啊 一位是 呃 这个 这个 静咬如啊 静咬如牺牲去世了 还有一位 又是 这个 这个余浩诚先生啊 我想他应该还健在 应该还是在 洛杉矶吧 余浩诚先生 以前是公安部的部长 啊 后来到了美国 他人生最后一本书 就是 民主与宪政 他送了一本给我啊 我珍藏起来了 那么李锐 啊 这个 毛泽东的秘书啊 当然他也是反革命了 是吧 六零年被打成了反革命 是吧 被扣上了这个 右倩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就撤掉了一切职务 然后 这个六零年三月份开除党籍 就变成老百姓了 王大革命六七年开始又被关到 前程监狱里去了 关了 关了多少年呢 关了八年吧 可能是七五年才被放出来 后来才又是频繁了 又恢复工作 怎么怎么样啊 这是 基本上中国的老一辈的老同志们啊 基本都是都是这个结局啊 没有一个 应该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人被逃过 啊 就讲这个习近平主席的父亲啊 习近平同志啊 那也是被整的 我说据说是当时是习 习老同志啊 也是对中国是 基本上就是绝望啊 就是说对孩子们说 你们你们都出去吧 都出去吧 就就就就剩下 那竞平一个人在中国其他都走吧 所以习近平主席的那些可能是兄弟姐妹也大家都都都也走了差不多了啊 那么李锐去世以后最后呢就是说他的女儿是拒绝啊三个拒绝不要开追导会 他不想让他的自己父亲作为中共的这个元老而被记住 不要开追导会 因为开追导会就有追导词嘛 就要盖棺定论嘛 就是伟大的什么什么东西就要 那个哀乐就要起来啊怎么样 他他不要这个东西啊 第二是不要盖党棋 不要在我父亲身上盖那个党棋 那个党棋啊 红年色啊 都是咱们的血 鲜血啊 对吧 中国的党棋是 是是是人民的鲜血 这个这个染成的嘛 是这样说的嘛 对吧 呃 人民的鲜血 把这个党棋 染红了 所以你不要盖在我父亲身上 血泥泥的啊 第三呢 就是说不要进八宝山啊 八宝山啊 都是革命同志 你让我父亲安安安静静 到他自己一个地方去行了啊 你不要跟再 不要再跟这些老同志搞到一起啊 所以看到这个革命后代 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先父们 做的那些事业的失望 啊 我也是其中一个 当然我父亲不是一种大革命家 小革命家 他是知识分子革命家 对不对 所以说我父亲到最后去世的时候 我父亲就是 非常意味深长的 那是我跟我父亲的最后一次谈话了 那以后就没有跟父亲见面 后来父亲就走了 他就看着我 就就就就 进入了一种非常 这个蛮人的深思 他最后就讲了一句话 哎 我这辈子 那就是养了几个儿子 他就是对他人生的总结 因为他为这个事业奋斗了一辈子 他最后才发现 这个事业是 是完全不是他讲的那么多事情 是一场空虚的 然后他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世界 他能留下来的 就是这几个儿子 当然当时我觉得我父亲 可能是一个单独的个例 就说哎 怎么共产党人到了那个时候 那个共产党完税没有了 那个气息全下来了 就是一个干杯老头子 就面临死亡的时候 就说一句啊 我这一辈子 就是养了几个孩子 怎么讲说这样的 这个没有觉悟的话呢 真没想到啊 连毛主席的秘书 活了一百岁 终于活明白了 最后就是说 算了算了算了啊 为什么我今天要来谈这个事情呢 就是流浪地球的几个视频 我真没想到来了那么大一大群 这个革命小将啊 我总是那个小混坟呢 小混坟呢 念不好 所以我干脆就叫他革命小将算了 革命后代吧 那里大群 那就是怎么恶劣 怎么粗鲁 怎么下流 怎么下贱 怎么龌龊怎么来 就是啊 你这个什么时候 老不死的 你怎么还没死 什么什么都讲得出来 就是说他们反人类 说他们这个邪恶 他们还要送这个证据来 我们就是邪恶 老子就是邪恶怎么办 我的党厉害了 所以我可以这样啊 所以我总是给他们流一句言 我说反反反复复就这句话 我基本上对所有的年轻人都说啊 就说我做一个长辈 我真的是为你们好 他们说你在现在西方享受你的自由 你就呆着你吧 你操我们的心干什么 对吧 我真的就操你们的心 真的 而且我在这里呼吁喊话 同时也希望所有的父母亲 所有的爷爷奶奶 你们要为你们自己的孩子操心 因为他们已经把这段历史已经忘掉了 所以我是跟这些年轻人说 我说你回到家里 跟你的爸爸妈妈 那有些人的爸爸妈妈还很年轻 他还没有经历过 对不对 那么就跟你的爷爷奶奶 甚至真爷爷真奶奶 外公外婆 真外公真外婆 和一些老人家 多聊聊天 问问他们以前中国发生的事情 问问他们这几年 几十年的生活是怎么过来的 这一段历史 就是从1949年 到1980年改革开放 这个几十年的历史 这是在人类历史上 史无前例的 人类历史上也不会再有 就史无前例 未来也不会再有 这样一段历史 这是不应该被人类忘记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 我写了我的两本书 一本是英文版的 叫傅子琴 傅子琴这本书 基本上就是一本活的历史书 所有的西方的人 你们要了解中国的历史 要了解中国人 必须要读这本书 这本书是中国解放以来 以我的人生的经历 亲身的经历 描写了这段历史 这段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我也写了一个中文版的 叫提亲夫人 当然非常文艺 文艺范儿 这个是2002年在台湾发表的 台湾出版的一本书 这里面 昨天收集了一些 我的一些小故事 人生的一些小故事 中国大陆的故事 这是很多台湾 人民所不了解的 这本书可能已经脱销了 买不到了 这本书在Amazon 亚马逊上还是可以买到的 要记住要是英文的 叫father son and violin 这本书 这个可以就是说 增长一下 这个还是利用革命导师 这一句话 就是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 这个我们知道 列宁讲的 你不能忘记过去 那么今天我主要是想 这个跟大家一起来 回顾一下 中国1949年 开始到现在 我们经历了多少政治运动 在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 我们牺牲了多少的同胞 我敢断言 我敢断言 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家庭 没有人没有被迫害过 没有人没有被政治迫害过 这个话好难 重要的话说两遍 我再说一遍 我敢说 中国人的家庭 没有一个家庭 没有人 没有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 没有受过迫害 也就是说 家家都有人受迫害 当然出开 你们家里真的是 边缘三区的 那个根本 也就是说 没有公路的地方 你们家里就是 抬头是天 低头是地的 那种与世国籍的那些人 那可能不算 一般的说城市的家庭 一般的说 哪怕是乡村的 人人 人人 就是都逃不过 这个 我希望 我们的第三代 第四代 尤其是第四代 这些红得不得了的 这些 这些人为自己的祖国 厉害了我的国 这些小朋友们 你们一定要知道 你们只是奴隶的子女 你们只是奴隶的后代 你们没有 你们的父母 包括你自己 在自己的国家 不拥有一寸土地 只有 在奴隶社会的奴隶 才不会被允许拥有土地 这个一定要记住 没有资讯的自由 就是你说什么 你看什么 你没有自由 只有犯人 只有奴隶 才没有这个自由 自由人 都是可以自由发言 自由资讯的 言归正传吧 我们来谈吧 这个 这个 中国共产党 这个中国政府 历代的这些政治运动 有很多 我是记得的 但有很多 我也不知道 只是念一念而已 大家就看看到底有多少啊 从建党以来啊 这个 三零年来的 我们就不讲了 什么反罗民路线啊 这个肃清脱派啊 延安整风啊 这些 那个 你们看一些历史剧啊 那延安整风搞得多少人 搞得万八人啊 就是你说 当时延安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 到底有多少人啊 差不多就整风 就整了一万人啊 我们从这个土地改革开始啊 1947年到1952年土地改革啊 土地改革运动 杀了多少地主 这个没有强细的数字 说83万到300万 左右 好像中国这个人啊 这个人命不值钱 多个一百万两百万 好像无所谓啊 就是一百万 也可能是三百万 反正就是杀了啊 这个土地改革啊 当时共产党的口号是 打土豪分田地啊 就是说把土豪打掉以后 这个田地是分给老百姓的 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许诺啊 就是大家一起 先把这个土地 先把这个地主打倒啊 杀了 杀了以后 我们就把土地就分给大家啊 但是后来呢 人民公社他也把它收回来了 收回来 国有的了 就等于是老百姓 把他们的村里的地主 好多只亲戚了 杀了以后呢 把这个土地又给了这个党 这个党 然后就自己又没了 这个土地革命的时候 当然那个时候呢 人也是比较的 文化程度比较低啊 可能是比较原始 那有些是非常非常的残酷 那有些传说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你说在那个广西啊 就是把那个地主就当众就杀了 杀了以后就拿去煮了 煮了大家一起吃 就把那个地主的心啊 干啊 然后后来就去了 煮了就要那些 还有有些是吃生的 要那些老婆们 小老婆们 或者子女们就要吃 吃到父亲 或者吃到劳工的心 就这么残酷的 这个人就是说 邪恶到极点就是 那些地主们的这个地啊 财产全部都分掉了 连他们老婆都给分掉了 那地主他有些 有几房老婆吗 对吧 这个有姨太太什么的 全给分了 就分给农民 这个是给你的 这个就把这个分掉了 你要是说这是传说的话 其实我还真的知道一个例子 我1977年吧 我在这个江西搞农村工作队的时候 我住的那个家 是一个雇农的家庭 这个雇农这个老人家 是非常的老实 那么像他那个太太 就是个子高高的 也长得蛮漂亮的 我说这么个窝囊的人 怎么长那么多漂亮的 这个太太啊 后来才知道 这个太太 还有一个儿子 那个儿子是从来不露面的 后来偶尔露面 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女人 是他们这个村里的那个土匪 头头的小老婆 是他的小老婆 所以他跟他是有个小孩的 把那个土匪 头子杀了以后 就把他分配给了 他们家的一个故宫 就是工人 就你们俩过吧 好在那个故宫人也特别好 所以老太太跟他在一起 也是恩恩爱 两个儿生了三个孩子 当然这个老太太 也是老多人名出称吧 也是比他霸占的嘛 但是他不是自有恋爱的 他就是分给了他 说你这就做长工 做了很长 好那行 这个太太分给你 他们就当分给我的 那就是我的 我就想干嘛就干嘛 就怕生了三孩子 当然他们算好的 算幸福的对吧 就不知道革命小家们 知不知道这段历史 这个土地原来是地主的 是私人的财产 那么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 是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 把地主的土地抢过来 把地主给杀了 那包括 也许你们家的亲戚朋友 你去问问你们祖上的 也许你们家就是地主 你们家老爷子就给杀了 就给砍了头的 你现在很革命嘛 那么砍了头以后 这些材质都给分了 但是分了以后没有多久 又把它收上去了 又变成共产党的了 现在共产党呢 就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地主 他们拥有九五千六百万 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 就很多人说 你这个卖锅子 我为什么资格卖锅 我一寸土地都没有 我怎么卖锅 只有拥有土地的人 他才有资本 他才有地才去卖嘛 对吧 你们算一下 解放以后 我们的当权者 当政 我们这个当局 卖掉多少土地 你们就算吧 你就给你什么 一个钓鱼岛 一个台湾 你看有多少个台湾没有了 这些就讲长了 那么 1949年到1950年 就进行了这个 叫做思想改造运动 这个主要是对了 全国的知识分子 这个包括我的父母都在内了 对不对 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我的母亲是地下工作者 那个时候像江姐一样 大家知道江姐了 他是那种学校里的进步势力 所以搞地下活动 这个共产党做宣传的什么东西 我的父亲也是受了他的影响 其实我的父亲还出生是一个 大家知道我的伯爷爷都按我的爷爷 他们留日的 他们是出身比较好的 是吧 是是是 家里也是有点钱的 对吧 但是呢 受了我母亲的影响 我母亲就是地下工作者 为党工作的 对吧 但是由于他们是知识分子 所以就要进行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先把地主割了 然后把知识分子改造了 因为怕你们这个制造 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舆论呢 就像我现在这样 胡说八道对不对 要改造我对不对 然后从1950年到1953年 就是镇压反革命的活动 没有一 从来没有间断过 一个接一个 镇压反革命 这个镇压反革命的 对象是谁呢 全国的国民党的藏鱼 特工特务 土匪的势力 镇压反革命 这个呢 有关方面统计的数据呢 在1954年 说是71.2万人 但是后来的1996年 又更正了一下 有说87.46万人 七八十万 这一下镇压反革命 就是七八十万 也不知道是全部就枪毙了 还是这个砍头了 还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然后从1951年到1952年 三反五反 三反五反运动的时候 三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前中国国民党员 以及五党派人士 反的是不听哪个话的 都反 五反是中国的资产阶级 三反的具体内容呢 是反贪污 现在也可以反对吧 反浪费 现在也可以反对吧 反官僚主义 现在也应该反对吧 五反是什么呢 反行贿 这个现在也应该反 反偷税漏税 现在也可以反 反偷工减料 现在也可以反 反盗骗国家财产 哇 一带一路 你要注意了啊 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那三反五反 我觉得现在也应该 继续革命 才行对不对 挺好的听起来啊 三反五反 反对以后 这个从1952年到1956年 就是浮风反革命集团 反正就是 谁不听毛主席的话 你说反革命集团 我就把你搞掉啊 然后1952年到1953年 就是叫大俗托 大俗托 大俗托 就是说 全国的叫托罗斯基主义者 这些 哎呦 名字都记不去了呀 1953年到1956年 是生产资料 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节厉害了 1953年到1956年 叫土地改革啊 就是说 生产资料 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把私企变成国企 是吧 就是把私人的东西 变成国家的东西 不是前一阵子还搞过一下吗 前一阵子就说这个 民营企业 已经完成了 你的历史 使命 可以这个啊 可以收藏了嘛 对吧 就把民营企业 这个私人企业 又要变成公家的了 要公私合营了嘛 就是这个意思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改造嘛 对吧 就是把私人的东西 变成公家的东西 就是这么改造的啊 1955年到1955年 1955年呢 又搞了一个 赎情暗藏的 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赎情暗藏的 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那就是党政机关里面 事实上 这就是党内的 这个路线多层啊 就党内 有人有不同的意见的 那你就是这个 暗藏的 反革命分子 搞了一个运动 那么1957年 就搞了一个大鸣大放 就是请大家出来 给这个 共产党提意见啊 你不提 就是不爱党 你不提 就是不爱祖国 你不提 你就是不爱自己的政府啊 就是不爱自己的人民啊 那你一定要提 要进步 大家就要提意见了 提完意见以后 1957年到1958年 反右运动 这个打右派 我在长沙的时候 我的那个 有一个女朋友 也算是我初恋情人之一吧 我其实有 两三个初恋情人 都是那种初恋情人 那种感觉的 其中有一个 这个女孩子 当时我真的是 还是蛮喜欢她的 她的爸爸就是一友派 也就是因为 她的爸爸是一友派 那我们家里是死都不同意 我当时还不知道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这个女孩子 蛮认真的 她单独到了我们家里 单独到了我们家里 跟着我的父母谈 谈她跟我的关系 说她喜欢我 希望获得我父母的同意 我父母就是 把她聊着门外 就是你们家是这个右派啊 这个跟我们家里 是我们是革命干部啊 这个是是是是 罗密尔与朱利叶啊 这个是不行的 不可能的 所以那个小姑娘 从那以后就再也不留了 再也不留了 或者也就是 闭着眼睛 嫁给一个工人啊 后来又离婚了 反正是 还算是应该是生活的幸福嘛 没有没有来往的啊 只是觉得很可悲啊 她那个父亲其实是挺挺有才能的 这个英语老师 大学的英语老师啊 那个歌也唱的特别好 特别喜欢她那个 喜欢成了个我的太阳啊 而且用的意大利语唱啊 是那么小字情调的 结果就被呃 反右就关了好多好多年啊 这个知识分子呢 这个有多少呢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有三个十百千万 十万有三百多万的这个 这个是呃 右派啊 在里面有非正常死亡的 有个十百千 有四千多人啊 其中啊 就是说 加皮沟就有三千多名的右派 用饥饿而死亡 就全国范围内的右派死亡的数字 就文化统计 反右 这个中国每搞一次运动啊 他都是要隔你的命 就是哪里隔你这个物体 物体生命 啊 你这个身体的命 他要隔掉他 还不是从精神上 1958年到1958年 1958年搞了一个什么 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 这个就有我们老百姓的关系啊 1958年是人民公社化运动 人民公社 1958年那个大生产 搞了人民公社啊 那么1958年到1960年呢 我们搞了大跃进 这个大跃进 这个 现在是我党都不大愿意提 这个事情啊 当时是就是又操英港美 要练钢 钢越来越多人 这个国家就越强大 所以全中国的练钢啊 这个所有的农村里面 你把你自己的水壶啊 勺啊 呃 这个门上的这个 这个拉手啊 反射出金属的 锅网瓢盆 全部拿去 融在一个笼子里 烧烧烧烧烧 烧出一堆废铁出来 就是全中国的不种粮食 就练钢 你几年不种粮食 就没东西吃了 没东西吃怎么办呢 你还原外 毛主席当时要当这个全世界无传阶级的领袖 他还要把这个中国的这个食品 要去支援这个阿尔巴利亚呀 要去支援这个这个柬埔寨呀 支援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啊 结果是中国出现大饥荒 啊 这个 六零年 五九六六零六一年吧 就是那个几年 全中国二十 大约是三千万 这个三千万这个数字 是一般的人都会同意的 啊 有夸张的是五千万七千万 啊 有有有保守一点 啊 是两千两百万 只是我们中国 政府的公布税两千两百万 但是事实上 算四千万吧 三千万到四千万 哎 中国人多了 千包万无所谓了 对不对 再讲一遍 三千万是什么概念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和 全世界死的人的总和 两次世界大战 全世界死了这么多人 就算我们中国和平时代 那个三年 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家 在自己的土地上 就死了 啊 那个时候的死是 不是有人传说吗 这个这个 这个晕朱啊 这个晕朱病朱啊 丢到那个常见里面 啊 就往下飘 这个飘到上海 再往下飘的时候 好像好多猪就没有屁股了 就身上的肉都割掉了 那就知道了 这些肉就干嘛出来了 对吧 但是同样的事情 就发生在这个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 但是那个不是猪 是人 那死的人啊 很多就没有屁股 没有胳膊 就是身上的一肉 你们就想想到哪里去了 对不对 就在那样一种程度 所以那个少年派 不是说吃人吗 这个人到了那个时候 为了生存 为了你树皮草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要活下去 猫狗 耗子 什么昆虫 都没有吃的时候 那就是只要是肉 那就要吃 对吧 这都发生在我们新中国啊 不要忘记掉了啊 1958年到160年 出现了一个大麻雀运动 打麻雀运动啊 全中国的大麻雀 这个我还记得一点点 为什么 那时候我已经是大概六岁了 那时候法国风主席 前主席啊 法国风当时是 湖南统战部的部长 那我父亲当时是跟他 可能是关系比较好啊 他就打麻雀 叫了我父亲 我父亲就是跟着 法国风两个人去打麻雀 可能不是两个人 还有其他人呢 这个事情我记得啊 这个打麻雀运动 麻雀犯了什么罪呢 所以这个麻雀吃粮食 所以这个 把这个麻雀全部干掉了 62年到66年 那就是四群运动 那就四群运动啊 这个我的父亲也参加了 我父亲就下方到底要搞四群去了 什么四群啊 睡觉啊 什么东西啊 都有啊 事情是清什么呢 清公分 清账目 清财务 清仓库啊 你开始是 清物质的东西啊 清公分啊 搞四群运动嘛 你的公分正不正确啊 成账目 清这个财务 清仓库 这些人其实我七七年 去搞工作队的时候 都搞了 我们这些被共产党派下去的人啊 第一件事情就是查这些东西 每到一个地方 把那个 来来来来来 把那个会计找过来 把你账本拿出来 查公分 查账目 查账长 查仓库 都查这些东西啊 后来就扩大了 变成大事情 叫什么 请政治 请经济 请组织 请思想 中国就是说 越主越革命嘛 对吧 1963年 搞那个学雷锋运动 这个我们都记得了 我想的时候 就是我有一分钱 什么什么什么 我在马路上捡了一分钱 我把他搅到警察人面 唱一唱吧 我在马路边 捡到一分钱 把他搅到人民警察手里一边 叔叔拿着钱 带着微笑说一声 下次捡多点 哎呀 我都不记得词了 带着微笑 对我说下次你多捡一点 太反动了 这个这个这个 胡说八道啊 那个时候是 风气还是不错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大家学雷锋做好事啊 这个互相帮助 那至少在那个时候 不会有这么老太太 倒在底下没人敢扶啊 哎呀 这不是我搞的 我先拍个照没有没有 大家都是强行做好事啊 后来1963年到76年 就搞了这个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啊 当时有一个陈永贵啊 陈永贵是那个大寨的那个党政部书记 后来就变成那个中国的这个副总理啊 总是把那个毛巾啊 砸到头上 变成他的一个 变成一个那个那个那个服装了啊 变成他的一个道具了 这个你说这个农民把那个毛巾砸到头上 那是因为出汗 对不对 要下田 哎 他到中央去办公的时候 他也拿个毛巾砸到头上 变成一个道具啊 后来学全国学中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运动 然后1966年开始到1976年 整个十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现在在这个学生的教科书里面 就轻而淡写的就就过去了 好像就是一两页都没有 他就查一查中国的教科书 文化大革命那样史无前的的 那么邪恶的一场运动 居然我党想把它就淡化掉 想把想要人民忘记掉 不要提这个事情啊 成为十年动乱 十年什么什么啊 这就是四人帮搞的啊 就把那些所谓的罪 放在四人帮身上 这个事情不是一般人的认识 我记得有一次是旅游 旅游的我们那帮人中间 是有一位大学的老师 大学的老师哦 我们讲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你才这位大学的老师说句话 哦我知道 就剩下四个人搞的嘛 这就是大学老师的水平 你比如说一般的老百姓 一不说这些小革命小家们 他们不知道 连大学老师都是这样 因为教科书里没有 因为人家不愿意谈 这是最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们老一辈不愿意谈 深发现是哎呀 谈了以后就会受迫害 对吧 所以我最好我的小儿子 我的小孙子最好是不要知道我们那些过去的事情 对吧 这样他就会安全 所以他们才这么革命 这么跟党走 然后就是知识分子 然后就是上上下乡运动 这个鼠清无疑溜反革命集团 一大三反 批孔批邻 批邻批孔 批邓反右倾 批邓反右倾 翻暗风 这个查封 等等等等吧 文化大革命啊 这个这个这个 被整的主要代表就是刘少奇主席 刘少奇主席 不知道我们那些小革命 他们知不知道刘少奇主席这个人 刘少奇主席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毛泽东只是一个党的主席 毛泽东只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 而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他是这个国家主席 但是呢 中国是党领导国家 所以刘少奇要被这个毛泽东管 当时呢 因为毛泽东犯了错误 犯了错误以后呢 大家就说毛泽东啊 你休息一下啊 让刘少奇同志来 少奇同志来 那么少奇同志带着这个邓小平同志 好不容易把这个经济啊 搞上了一点点啊 也就是说到六零年 到这个六六年 这个六年期间啊 拼命奋斗 好不容易有点饭吃了 中国人有点饭吃了 我记得好像是一九六四年 我们是头一次才进行了这个 才有了国庆的游行 这个人才能够 能那个吃饱肚子 才能够上街去走 那以前是没劲啊 没力气啊 走都走不动 就像现在委内瑞拉一样 啊 又来折腾 就把刘少奇打倒 刘少奇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惨的 他没有床啊 睡在那个 那个水利板上 头整的是两颗砖头 死的时候 火化的时候 不能够用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名字 而是用一个工人的名字 刘少奇主席死的时候都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去死 这就是我们中国 中国一个中国的主席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毛泽东的太太啊 江青 就是革命起手啊 文革小组组长啊 这个四等帮的头 也是在寝宰监狱被折磨而死 24小时 给你放大喇叭 放音乐 灯照着你 让你不能睡觉 最后折磨 他就没法活 他就自杀 死了 这都是我们中国的老前辈 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领导人 啊 不管你走运不走运的 包括习近平主席的父亲 有没有一个没有受到迫害的 呃 1979年啊 好不容易是个这个 把这个 呃 四等帮啊 赶下台 这个法国风主席上台了以后 又搞了一个真理标准的大标 又搞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啊 实践是整项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吧 就来一个这个 然后把法国风又踢下去 好 然后呢 慢慢呢 才开始这个平反啊 冤角错案啊 这个福耀邦这些人就开始 就是搞政治改革了啊 这时开始清明起来了啊 开始有整理三种人啊 这个 哇 清除精神污染啊 反对资产就自由化了 和平演变了 三讲教育啊 这个 取代法轮功啊 实现三个代表啊 学习科学的发展啊 社会主义的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啊 这个保持共产 保持共产党的先进行的教育活动啊 树立社会主义 荣与官啊 反腐败运动啊 天网运动啊 呃 后来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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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反腐败啊什么 一直搞到现在 就是说没停过 我有一个网友啊 我有一个网友 他他自己也也也也组织了 1965年是文艺批判啊 什么李慧良啊 林家铺子啊什么 1966年就是三家村 1966年就打到盆 呃 打倒盆罗 路阳凡短七团 历纪六七年有文化大革命 呃 然后就是刘少奇 又是六七年就是一月风暴啊 六七年以后又是三支两军 又是这个 六七年还有旧半途 他这个只按月份来的 这个六八年又是公圈队占领上层建筑 六八年还知识青年下山下乡 又清除阶级队伍 一打三反 呃 查五一六 又是这个 这个 批林批孔 哎呀 虚虚无常巨织专重的理论 哎呀 那这就是说 没停过 到后来这个中国人民已经非常习惯 这个运动了 这个没有运动就不舒服 就后来搞了一些什么 甩手运动啊 这个全中国的甩手 这个冷水疗法 全中国就搞冷水 什么鸡血疗法 中国也搞鸡血 后来搞了法轮功运动 大家跟着搞法轮功 后来这个 这个法轮功终于是被江泽民主席把他踢得过来去了啊 啊 跳广场舞运动 他就全中国大麻大叔 都去跳广场舞 然后又是什么 呃搞文凭运动 那就倒倒倒搞文凭啊 然后就是炒古舞运动 但全中国就炒古 现在就炒房地产 炒房地产运动 中国人就是一个窝蜂 随便搞什么东西 就是这么多年呢 已经习惯了这个运动 他这不运动啊 心里就不舒服了 就胳膊腿 就不舒服啊 看看那个时间又很长了啊 这个每次视频做的时间都很长 其实我每次都想把它做的短一点啊 就实在是要讲的东西太多了 我今天做这个视频的目的是给年轻的一代 是给新中国的第三代 第四代人 就是你们 我用一句最革命的话告诉你们 列宁同志交到我们忘记过去 就意味着背叛 我希望这些年轻人啊 这个解放以前的啊 就算了 你们你们就就就就就就就 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啊 那你就归他们 不管他 从1949年开始 到今天的中国的历史 一定要去学一学 而且我是就是说 呼吁所有的父亲们 爷爷奶奶们 尤其是爷爷奶奶们啊 真爷爷真奶奶们 还活着的人 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些亲身经历 告诉给你们的孩子们啊 不要以为就是说 我不告诉他们 就是保护他们 不是的 你不告诉他们 他们就是 迷陀的羔羊 这个政权 这个体制就会继续 他们 你们的子孙后代 总有一天会跟你们一样 受到迫害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了 这种迫害 一定相信我 所以 你们要是为了自己的子女好 为了自己的孙子辈好 你们最好的 最有效的 也是你们应该做的 就是把你们受迫害的历史 把中国的历史 如实的告诉给你们的小孩 告诉给我们的后代 让他们对这个 真正的中国 真正的新中国 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很多说 你要逢中 必反 我说我反中干什么 我自己是中国人 对吧 那中国都是毛泽东 制造的 毛泽东都是我伯爷爷的学生 那你讲起来 我太反动了 对不对 我太是这根线的人了 我走都不能太走了 为什么 我要反对中国干什么 我不反对中国 因为我热爱你们 热爱你们这些小朋友 热爱中国的将来 所以 我是希望中国共产党 要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 带领中国人民 真正的富强起来 让人民真正的当家做主人 就是让人民真正拥有他们的土地 拥有他们的咨询自由 言论自由 让他们是这个社会真正的主人 让他们能够选择自己的领导 选择自己想要走的道路 希望这样的一个国家 希望这样一个民族 尽早的到来 这是我在这里做的所有的努力 当然了 主要是为了点击力了 主要是为了赠点小情 没那么高尚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小哄坟门 自干five门 还有所有的爱国的革命青年 新闻里面 不要用心想事 要用大脑想事 大脑 这也是列明讲的 用你的脑子想事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 那么多点 我们就会用这些水平的革命